科技园区里 员工在企业快筛站外排队等待筛检 多家科技大厂爆发群聚感染 面临产能缩减甚至停工 企业快筛也成为新的自保方式 云林就有意愿推出企业自备快筛服务 不论医疗团队到场或是厂商到院 统统都可以 中部多家医院推出企业快筛服务 价格落在一人一千多块上下 甚至还打出企业报名八折 拥有会吸引公司老板们主动参与 我们的台中工业区上营科技 塞了近两千人 台中精密园区有接受14家厂商的委托 总共塞了四千多例 业方揭秘最近形成的企业快筛新现象 以目前量能大约两分钟可筛检一人 一条筛检线就需要十个人力 包含医护行政清洁还有保全人员 等于筛检人数客制化 优点就是可以集中裁剑 避免员工自行到医院 产生不必要的其他接触 一场我们可以到达500个人 我们的人力出了大概是30至50个人 就可以应付到1000个人的 不过院方不会言 目前推出企业服务的医院 大多都是量能充足的公立医院 私人医院大部分都以院内快筛站为主 因为光是快筛成本就占7到8成 因为疫情而出现的贴心客制化服务 集中量能协助企业把防疫做好做满 成选无愧王子与孙宇利中部终合不到